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在像Poly Markets这样的一个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这个平台的已经显现了就是特朗普的获胜率已经超过了60% 哈里斯的获胜率只有39% 那么除了这个加密货币平台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支持者涌进去之外 为特朗普加油助阵的还有全球亿万富翁马斯克 但是他的创新性的做法却引起了争议 他的创新性做法就是下重本来支持特朗普 上个星期六在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的哈里斯堡举行讲座 大约1500人出席 当中宣布旗下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由当天开始一直到下个月5号大选 之前呢每一天都会在宾州推荐或签署联署信的人当中 随机抽出一人得到100万元 当中当天就有第一名姓儿现场诞生 叫做约翰·德勒埃他兴奋的上台借过了大支票 这次巨额大抽奖是马斯克支持特朗普的最新招数 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正月9号已经宣布 只要推荐一名七个摇摆州的登记选民签署请愿书 捍卫美国宪法第一和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和勇枪权 特朗普所拥护的价值就是这个 就可以获得47美元 但是他的银弹攻势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兵州州长也是民主党人夏皮罗就说 官员们应该调查这位亿万富翁的抽奖活动 是否违反了选举法 夏皮罗说 马斯克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是他发钱给选民的做法令人担忧 执法部门应该进入调查 夏皮罗认为 马斯克把钱当投入政治的时候会引发严重的问题 与此同时 Poly Markets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在这个平台显示的是押出特朗普的胜选率 我们今天看到到星期一下午有达到了60.8% 哈里斯的胜选率只有39% 当中还看到这个由于这个非常的热热 所以这个交易平台的估值已经达到了21亿美元 金融时报说 神秘交易员在选举预测市场豪赌特朗普胜选 说四个匿名交易员对特朗普在Poly Markets上胜选 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影响 当中最大的账户名叫做FredI9999 他们了解一下从9月初以来 这个账户总共购买超过了3000万美元 预测特朗普胜选的份额 其中呢 持有的份额在市场上超过了 占据了前四名 他们没有办法太穿透 到底这个交易员是谁 但是他们了解一下 说可能是一个法国交易员 是一个投资者和统计学家 而有分析认为说 特朗普到现在的大选当中 获得马斯克这么大的一个支持 这可能是马斯克到目前为止 人生最大风险最大的一个赌注 马斯克呢 他其实从他坐电动车以来都是在赌 咱们以前回想一下他坐Model 3的时候 就是睡在那个工厂的生产线的地板上边 最后他堵成了 后来他做这个SpaceX这个重型火箭又堵成了 他现在是堵政治 特别他还有他这个X平台 就是这个社交媒体 那现在他这个做法 大家都知道是变相的会选 不在于每天抽那个100万美元那个人 而是呢 每个人去登记的就给47美元 那所以大家没事就去登 但登记之后呢 他表面上没说要支持谁 他是支持美国宪法的两个条款 你支持他你就可以拿钱走人 看起来都是天衣无缝的 但是呢这个就是会选 因为你因为和选举相关的 这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你签署了这个东西 那你这个是支持特朗普的 就挂到一块了 但是呢他不怕法律官司 为什么呢 因为重新来他开始做这个事 等你开庭的时候 选举可能已经完了 而且你再往上去上诉他说他有罪 最高法院还是保守牌 我是支持宪法 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马斯克这个人 其实是非常聪明的 算计的 也就是说 马斯克造亡者的行动 到几天之后 其实就已经是成一个定局了 算了一下 如果说从上个星期六到11月5号 这16天左右的时间 每天发出100万美元 给支持特朗普的宾州的选民的话 其实在1600万相较于马斯克本身有2474亿美元的资产来说 真的 真的是九牛一毛 中国人民行和中国证监会继续通过不同的措施提振市场信心和改善社会的预期 首先来看一下是人民行在上个星期五已经预告在星期一会下调贷款市场基准利率LPR 如期而至 星期人行公布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LPR都下调0.25个百分点 这是时隔两个月之后再次下调 同时下调两种LPR来应对经济减速 有分析说LPR下降将大大减轻 房款借贷人的利息负担有利促进消费 而人民行的第一期互换便利央票在星期一也正式上市利率1.8厘 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中国人民行对线上周五行长潘空胜在金融街论坛上的预告 周一宣布将一年期和五年以上的贷款市场包价利率LPR 双双下调25个基点到3.1厘和3.6厘 是今年7月之后两项利率同步下调 下调幅度更比7月份的10个基点大 自中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开会后 人行先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下调7天期逆回购利率 内地多家银行也下调定期存款利率 而潘空胜上周五在金融街论坛上更表明 年底前是市场流动性情况 将择机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5到50个基点 内地媒体引述接近人行人士指 LPR下降将大幅减轻房贷建款人利息负担 有助促进消费 而今年以来5年期以上LPR已经累降60个基点 加上商业银行周五将统一批量调整存量房贷利率 以平均下降50基点计算 今年房贷利率降幅可能超过一厘 另外 人行上周五正式启动证券 基金和保险公司互换便利SFISF操作后 首期互换便利样票在周一上市 中国货币网刊登的上市公告显示 央票期限为5年 票面利率为1.8里 发行日和起席日都为上星期五 兑付日期则是2029年10月18号 但公告没有明确操作规模 人行上周表示 目前获准参与互换便利的证券和基金公司有20家 首批申请额度超过2000亿元 中证监随后表示 已经同意中信证券和中金公司等20家证券和基金公司开展操作 并要求他们加强风险管理 另外 人行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周一以固定利率数量招股方式 开展了2089亿元人民币7.7逆回购操作 利率保持在1.5厘 扣除到期的逆回购后 人行在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方规模增加至1662亿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证监会网站在10月20号星期天公布了证监会主席吴清 最近召开了一个专家座谈会 这个对象有专家学者和媒体的负责人 希望他们能够正确解读一篮子的政策措施 这次的座谈会主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专题座谈会 会议强调 9月26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以来 一篮子有针对性的增量政策皆续发力 释放了加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积极信号 有效提振了资本市场投资者信心和活跃度 股市活力提升也将促进金融活经济活正反馈效应的释放 会议也提出了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 适配性和精准性打通制度执行最后一公里等等 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 资本市场正处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阶段 希望专家学者财经媒体积极践行政治性 人民性和专业性要求 要客观理性讲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故事 传递信心和正能量 欢迎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及时向证监会反映市场的呼声 建言县策开展监督 共同推进资本市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实现高质量发展 最近我们也看到了国务院的高层纷纷出动 督促地方落实政策 各部门宣布连串经济刺激措施之后 国务院副总理们还有国务委员 在这个月中旬开始都全员出动 分别到各个地方考察调研 督促落实相关的政策 媒体就统计最近至少有七位国务院领导到地方调研 包括了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他是到河南和江苏调研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是到了山西太原 陕西西安调研房地产等等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是到了湖南调研 制造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副总理刘国中是到重庆和湖北调研 另外还有国务委员王小红 还有吴正龙以及战宜秦 都到不同的地方去展开调研 这个星期我们又看到了国际投资行 上调中国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瑞英在上个星期看好中国全年经济增长 有将近5%之后呢 在星期一正式上调内地全今年经济增长预测到4.8% 明年也会上调到4.5% 摩通也调高内地今年经济增长预测到4.8% 摩通的团队负责人朱海斌说 内地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4.6% 超过该行的预期 A股今天震荡上行港股则是震荡下行的 人民币会将的今天是轻微下跌83个基点 下期我们要专访在现场专访的是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主席陈祖恒 谈谈香港如何再度推进新型工业化 待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上个星期10月16号公布他任上第三任的施政报告 当中对于一些政府部门要求要进一步的改善 但也称赞了一些的单位 今天我们在现场就请来被他称赞的单位 还有个人那就是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的主席陈祖恒先生 祖恒你好 你好 欢迎到节目当中来 在你接受我访问之前 我要先跟观众来看一下就是 到底李家超是如何来称赞 生产力促进局和陈祖恒的 我们来看一下 生产力促进局 因为他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为什么宣传不够 要做多点宣传 我在那里讲的 祖恒是主席 我们这片段就举句重点 做得非常好 但是宣传不够 所以进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要让更多人来了解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特首在称赞当中其实对你们是有期待的 你如何回应对你们的称赞和期待 首先就很感谢特首 这也点名说我们生产力促进局是做得好 那么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肯定 也是我们的一个动力 那么在李家超特首他的一个指引下 我们觉得是说更加发挥我们自身的一个优势就是怎么样去替我们的中小企业去升级转型 那么要给他们知道我相信这个是第一步也是特首他说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去多花一点的时间跟资源给我们的中小企知道 也希望能够在创科界那边也给我们的主要的持分者更加要知道清楚我们工作的范围 是香港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 中小企业的占比是很大的 所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代表了支持香港未来的发展 那么生产力促进局就要让观众更多的了解 成立于1967年建政了香港从制造业慢慢的变成是服务业为主这样一个大的转变 所以你能不能再介绍一下你们究竟是在做什么的 好的生产力促进局是1967年建立 主要你可以以他的名字看到很清楚是生产力的一个推动 那么当时候的那个情况是主要应该是香港是有开了很多的工厂 对吗 聘请了很多的劳工 那么怎么样去用比方说机器化啦 当时候工厂的一个设备的设置等等 把我们生产力提升 那么到现在啦 那么那个生产力的提升就不在于 还是以那个人工上面的一个的工资或者效率提升 而是说怎么样用科技的应用 怎么样把我们的整个板块整个供应链要把它做大做强做好 这个就是能够怎么样去把我们的生产力提升 那么你有了科技以后那么你第二步你的人要改造啦 因为以前可能是工人 现在不是是专业人士啦 怎么去操作一个比较复杂的科技的一个比方仪器 机器等等 或者是怎么样去运用大数据模型等等这种 所以人才的培训 第三个就是资金啦 香港政府有很多的不同的资金的支柱计划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协助我们的中小企或者大企也好 去从钱 人跟科技来帮他们升级转型 是说到钱的部分呢非常重要 特首李家超在市政报告当中公布了一些计划 那么在公布计划之前其实也专门到了生产力促进局去跟中小企业座谈 然后也跟你去见面交流了 在这次的市政报告当中是不是有提出一些具体的措施来支持香港的中小企业进一步增加竞争力呢 我们香港也很清楚知道了 政府也知道说中小企业是占了我们整个香港的经济或者公司来说是超过9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底盆 生产力促进局这么多年来 在帮忙中小企业推动的实际上不单只是我要帮这一家的企业 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在整个工业的体系跟产业的方向上面把它建立的好 因为整个行业里面会有中小企也有大企业 整体真正它需要的是什么 好像我们说创新科技是需要 那么我们要掌握哪一项的一些的创新科技在哪一种类的行业上面 我们一定要具备这些的能力 然后去帮助他们 那么才能够有能力去做所有的需要的培训啦 加上政府的支持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很多时候行业上面这些瓶颈把它突破 那么能够把它突破的时候机会才会来 那么更加重要的就是一家公司做的好不够 是因为我们要看的是国家的发展的方向 所以我们生产力局也很配合特区政府 在施政报告里面要看得清楚 我们国家的发展上面 香港在我们创科跟工业发展上面的优势 怎么样去衔接我们国家说的薪质生产力的推动 在特首的施政报告当中 面对现在中小企业的困境也好 或者是他们希望能够突破的一些发展情况也好 是不是有具体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资金的支持 包括贷款方面 你记得大概有哪些方面是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的 中小企业实际上我们是有很多的举措 来去推动跟支持他们的 第一中小企需要很多的资金 去支持他们去做很多不同的项目 那么我们是有资助益跟其他的不同的一些板块的系统 来去帮他们更容易的去做一些的申请 因为中小企业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 他们人不够 申请不可太复杂 我们怎么能够帮着他忙 第二我们也有一个叫做中小企的一个资环的组织 看说他们的一些要做申请的时候 怎么样去找对的一些的方案 跟一些有些的资助计划要替他找 给他更方便的去做 第三个是我们怎么样去帮他在不同的一个系统上面 去能够找到对的一些的方案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叫做企业的不求人 就不用找别人的 我们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已经在了 也已经用过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工具 都能够帮到他们的 所以中小企业来说 最重要是要进入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的网页 也好或者更多的跟你们交流也好 了解到你可以帮助到他们做什么 但是现下的情况是这样 你们最近发布了研究报告 发现说81%的制造业企业 没能够引入智能化的方案 来应对新的趋势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因为你们的方案在那里了 你们的支持工具也在那里了 但是有81%的企业 还是没能够引入智能化 所以需要加快这方面的行动 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更好的促进 他们往前的发展吗 像特首说的 第一个事情 我们一定要做好的推广 所以一定要有更多人的知道 我们也很希望说多一点的企业 跟我们能够去做一些的接触 那么实际上的一些的推动 我们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我们香港说的 智能化的一个智能微工厂 因为香港的地方比较小 那么我们怎么样用地小 但是工资又高的情况之下 去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生产工厂的一个安排 才能够给一个中小企业能够推动得到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怎么样去找一个恰当的一个政府的资助计划 去帮得上他们忙 给他们有这个机会去推动一个工业的一个生产 那么在应用方面我们也要看 比方说有没有一些的叫做知识产权 能够帮得他们利用 去给他们去推动真的是新的一些的科技的研发 或者科技的应用 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落脚点 现在大家都在讲香港的新型工业化 我记得在几年前大家谈香港再工业化的时候 觉得香港寸土尊金怎么可能再工业化 于是现在换了一个名词 那叫做新型工业化 现在香港的制造业只占香港整体经济的只有1% 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香港是寸土寸金的 你们在推展这个新型工业化的时候 到底能不能够做得到 这跟土地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新型工业化主要注重的就是 要有一个科技上面的应用 但是你的用的一个行业上面 是不一定是新型行业 可以是传统行业都可以 所以我们要看的 怎么样去发挥我们香港的优势 这个就是因地制宜了 那么比方说一个例子 我们的中药或者是说有一些的生命医药的 很多时候都很多客户都喜欢有一个香港制造的这个标签 因为是一个国外的一个信心 那么我们香港制造就代表了一个品质的表现 对的 所以很多传统的生产 我们把它重新的去规划 自动化 智能化 它的人可以用少了很多 产品可以更标准化 而且更有办法能够卖出国外 所以这个就是用香港的一个优势 来做智能化的生产 那么新型产业更加有了 就是很多不同的一些 比方说什么保安系统也好 智能的一些家具都用 所以我们两边都可以同时间去以新型工业化去推动 但是就不会去做什么很大型很大批的生产 那些一般都是留在好像我们内地的生产 也就是说香港推新型工业化 是帮助不管是新的企业也好 或者是传统的产企业也好 能够提值增效 它最重要的就是不是要用大的土地 对吧 它主要是打香港的品牌 然后用科技的方法提升 它的本身的一个可能在市场的一个影响力 或者是更销售的能力 所以接下来我要请问的就是说 现在在香港方面要做一个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 也是特区政府推出的一个目标 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唤醒企业 真的能够跟进政府 一起来推进香港的新型工业化 因为刚确实有很多的企业是没跟上的 怎么让他们能够跟上这个发展的目标呢 我相信现在整个世界跟国家的发展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持分者跟这些企业要有沟通 因为他们要看得出说我们国家的发展在香港是有机会 看到这个机会跟机遇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一起去投去把我们新的一个工业链产业链跟科技应用 真的把它转化出来 然后就能够看得到有一个这个新的安排上面 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商机 那么香港本身就是一个一国两制之下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有我们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国际化 那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国际化的优势 变成的一个产业上面的一个竞争力 这个就是我们生产力局一直在帮着我们的中小企 所以生产力局跟中小企业的密切接触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好 现在大家有一个问题要让我问你的就是说 要成为生产力促进局可以支持的中小企业难不难 如何申请能够成为你们资助和帮忙的对象呢 完全不难的中小企绝对是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 一般的企业只是需要打电话上网或者来到我们的总部 那么我们有绝对的一个团队是可以有一对一的服务 跟他们好好的去了解他们的一个产业 或者他自己的公司的发展 我们的用我们的经验去介绍说有什么的方案 是能够帮忙得到我们的中小企的 一般的中小企业在申请的时候 最怕的就是表格很多填的东西很长 然后申请时针不知道什么时候 生产力促进局的效率究竟怎么样的 我们就是尽量去用我们的经验去跟企业去了解 然后把这些比较复杂的东西变成了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 他们就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填写 有时候我们知道政府的资金来的时候 有些采购的规矩 我们可以提前跟他说 他就知道说如果他去找一些服务供应商等等 要有什么的条件怎么的安排 就可以把那个时间可以缩短 那个复杂或者重做的一些动作时间就可以大大减少 只服务香港的中小企业吗 内地来想要在香港的中小企业 是不是都可以获得你们的服务 绝对的 因为内地来的企业在香港开公司 也是我们的香港的中小企业 所以这个是绝对欢迎我们应该要支持的 谢谢组航今天到节目当中来 好谢谢 也感谢观众收看 我们再会 谢谢观众收看 谢谢观众收看 谢谢观众收看